第十八届北京国际车展在即 车企掌门人对话现场独家发布 随身架构打造的四款纯电的MPV中的老师来思 我把它叫做可变汽车 价格持续内卷 企业如何应对 行业里大家说即刻是卷毛 激烈的价格战会加速良臂 驱逐劣币 更关注对后续全生命周期的使用成本 车型迭代速度是否还会更快 不可能是原来的成绩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一天设计个车也不是天方夜谭 行业投胎赛 他们如何突围 新能源汽车应该选向何方 对话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各位收看对话 今天的对话就要从此刻 我乘坐的这辆新能源汽车开启 如今新能源汽车已经越来越多的走进了我们百姓的日常生活 前些天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了一组数据 让我们看到今年一月到三月 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同比有了大幅的增长 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特别请到了三位深耕于汽车行业的汽车资认识 我们一块来看一看他们眼中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态势 他们究竟会是谁呢 传统车时代 人和车只是一个单向的输入 智能网联汽车时代 人和车有了更多的双向交互 或者叫多维互联 它形成了一个就是这个什么叫情感相互交流 相互富能的一个智能终端 它随着这个社会的进一步的科技技术的进步 那就是进入可进化的 可自学习的汽车机器人时代 在传统汽车时代的话 汽车作为一个专业交通工具为主 解决人们的通情人籍 但是到了新能源汽车时代的话 它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它的属性和功能完全不一样 它成为了一个智能的移动的体验中心 是 成为了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秘书助理 这是保镖 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好伙伴 那么今天的节目我们现在马上出发 这里是对话节目的现场 欢迎各位的关注 聚制药喝摘药 对话由赤水河上游贵州金沙高端酱酒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由做一条好轮胎的赛轮集团特别支持 由四座超豪华旗舰 极客009光辉特别呈现 再过几天呢 北京国际车展就要正式的开幕了 作为时隔四年之后重启的国际A级的车展 此刻它的关注度和期待值 都已经被彻底的拉满了 其实今天我们对话的现场 就可以当成是我们车展的一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来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 来到我们现场的三位车企的负责人 掌声欢迎你们 如果说要做一个简短并且有力的新闻发布 此刻是一个最好的时机 今年我们在北京的国际车展上 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亮点是什么 那我先代表红旗说一下吧 这个红旗品牌对这次北京车展 我们是非常的重视 带了20款全新车 主要是以新能源为主 尤其我们飞镇架构打造的四款存电的 车更时尚也更智能 这个从上到下全覆盖 来 第二位做新闻发言的是来自哪一家车企的负责人 这次吉利控股集团旗下的所有的品牌都参加车展 作为控股旗下的高端豪华存电品牌极客 将会发布两款全新的车型 一款是超级豪华的四座存电MPV 它一个座椅的价值就是50万 看到这款车的人说是MPV中的老史莱斯 第二款车型特点是什么呢 4米7的车 它能做到你们在里面吃火锅 还有现在流行的灌弹 可以体现出这个车的空间有多大 行 下一场对话我们就在这个车里 它能不能装得下我们 这完全可以 这个还是蛮有吸引力的 朱总您特地选择了第三位发言 是想听一听他们到底有什么高招是吗 对 汽车行业都是不断地在学习 这次我们长安整个阵容是 从高端阿维塔 然后联心泰就是深南汽车 还有就是我们新主流群体 就是长安汽源 三大新能源品牌都会齐聚北京 特别要介绍的一个车型是 长安汽源这么一个新车型 我把它叫做可变汽车 可变在形态可变 它可以是SUV的奔放 MPV的多功能 还有就是类似于MPV的术实 年轻人很像是走自己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年轻一款车身是包含着多的功能 核心要创造价值 还有软件可变 它可以自定义软件 还有就是功能可变 就是说在路云 它可以钓鱼模式 可以休闲模式 休闲模式是可以形成 一使一听一露台 所以值得期待 这简直是让我大开眼睛 要彻底刷自己的认知 你才能赶得上新能源汽车时代 带给我们的人车之间的 全新的互动关系 当然你们的性能不断的提升 品质不断的提升 还有一个核心的问题 对我们购车者来说 是不能回避的 就是价格 我注意到汽车业界做营销的时候 很流行一个句式 比如说这根钢笔 是百元钢笔当中 最书写流利的一款 你们会选用刚才我说的 所谓某某价格区间 最怎么样的一款车 这样的方式 来给消费者介绍自己的产品吗 新能源汽车时代 现在大家卷都很厉害 在行业里 大家说极客是卷王 这个卷我觉得不光是在价格 性价比是一个方面 但现在很多人都在卷价格 因为对消费者来说 如果你们卷价格 其实是最容易吸引我们眼球的 这个我不完全认可 从极客品牌来看 去年到今年一季度 是高端的纯电豪华品牌 在20万以上的中国品牌排名第一 我觉得打造出 真正的有竞争力的产品 我们还是要在技术 创新 原创 与汽车的属性 特别重要的安全方面 把它做好 来参与市场竞争 我觉得这才是最好的新嘉宾 我觉得你们比较有钱 所以也比较任性 我觉得从价格的角度来讲 红旗品牌每一个产品的推出 也会根据我们产品的定位 市场的情况 推出不超所值的这样一个价格 但是在新能源时代 我们感觉用户除了购车成本之外 越来越看重后边的使用成本 所以从红旗我们的角度 不单纯是关注价格 我们更关注对后续 全生命周期的使用成本 比如说我们提出叫 无压力是用车计划 怎么叫无压力 推出了在行业内 也算首创的叫四中身服务 对EH7的首任车主 它维修 保养 救援 甚至取送车 我们终身免费 今年购买的用户 公用充电的服务 包括智能座舱的流量 保险 包括其他权益 我们也是免费的 我们算了一下 用户后续的使用成本 大约能够减少10万元左右 您刚才说到的无压力 我以为说如果汽车一旦降价 你们会补差价格 但是我想这种用车无油 用车没有压力 用户更希望能够提醒到 后来我自我检讨了一下 可能是我太过于奢望了 价格的问题我认为 它是一个叫产业初期的 一个正常现象 你不要把它当成一个 好像了不得的事情 现在就是新能源汽车的竞争 还处于一个非稳态的竞争的形式 但这个汽车市场 尤其是新能源汽车的 这个降价的速度 真的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我之前看到了一个数据统计 截至到今年的3月15号 我们2024年度 已经有51款新能源车降价了 三家其实都加入过 这个卷的过程当中 也看到过你们的价格 从这个位置 然后调到这个位置 那这样的一个调整 我特别想知道 是咱们主动的一个行为 还是被迫的一个放学 对于极客品牌来说 我觉得主动的肯定要多 主动的参与市场的这个决 像在传统汽车时代 十几年前的时候 也有这么一个阶段 当然一样 有很多造家电的 造手机的 甚至造酒的等等吧 很多鞋进入了传统汽车行业 那个阶段竞争的也很激烈 我印象非常深刻 那时候竞争到 极力汽车卖3万9千9的时候 下的一车卖到3万9千8 到了新年汽车时代 一定也会有这个经历的 原来三位都是经验非常丰富的战士 汽车行业 历来都是一个竞争 非常激烈的一个行业 这种充分竞争 最终是带给消费者有好处 消费者的选择更多 对消费者提供的价值也越高 各种想进入的都在进入 这说明汽车行业还是一个照样产业 就很有吸引力 应该说还很有吸引力 我们看到朱总就像钢铁战士一样 你们降吧 我一点都不怕 长安一直坚持的 就是这个市场竞争性定价 就是我们既有主动降价 也有被动降价 是基于市场的竞争 和公司的战略来定位的 当前大家可能非常担心 就是说这个什么行业 这种激烈的价格战 我反过来倒觉得没那么可怕 其实随着这个行业的激烈的竞争 会加速粮币驱逐劣币 会让这个行业回到 最佳的价值竞争的良性状态 我们现在能够有生产 汽车资质的企业 全国有多少 2935家 不知道你们的同行有这么多吧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去年生产了3000万台车 平均一个户口1万台车 是一种散乱的这样的态势在里头 未来是良币驱逐劣币 劣币很多 但是那个币并不大 面值并不高 把它们弄完了以后 还可能会有整合 比方说在这个价格战当中 把它快打死了 完了以后 那我可以把你收购回了 加入到我们一个集团的团队当中去 我只要需要这样一个企业 我就可以把它吸收过来 所以说我们通过外延的扩展 能够让我们企业增长得更快 然后我们能整合出来几个 或者十来个世界级的企业 它的质量 它的服务 它的产品的品牌 都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 谢谢吴先生 已经给三家车企开始支招了 看看有没有心仪的收购对象 当然其实对我们消费者来说 有的时候我们是乐见其成的 就像三位所说 我们在卷的过程当中 不断把更好的服务 更高的品质卷出来 呈现在市场上 所以在卷的过程当中 像三位一样 越卷越高端 我们之前也在网友群体当中 征求了一下说 你们觉得什么才是 称得上高端车的一些要素 那我们来看看 他们提供的答案好不好 来 有人选择了体验感好 有人说要设计独特 有人说智能化程度要高 有人说技术要先进 舒适性要强 配置要豪华 当然还有不差钱的说 价格高 那就是高端车 如果各位都可以补充 关键词的话 朱总您想补充的是 现在这个阶段 应该是进入一个叫 新高端 或者叫新豪华阶段 和以前的定义是不一样的 那这里边我认为 就是说它应该有 三个内涵 高颜值 因为对艺术美的追求 是我们人类就是说 永远的 不懈的追求 这是一个我觉得高端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高科技 任何一个时代 让广大老百姓享受就是高科技成果 体验高科技成果 那是我们就说应该在豪华上面 逐步就是说推行 第三个我就是高价值 高价值就体现在 从产品服务体验各方面 能够为我们的用户创造更多的价值 同样的价格 我们希望这上面的关键词越多越好 我觉得应该加上一个品牌 有历史的积淀 文化的内涵和用户的高度信赖 这个我特别认可 安总你们一开始就是主打高端 这些词够吗 我觉得不够 不够啊 来再添点配置 最重要的一个安全媒体现出来 高端豪华品牌 我觉得几个方面 第一和朱总认识一样 就是要好看 它的设计要原创 原创才是经典 第二个呢 我们认为是安全 第三个方面呢 体现出整个的科技智能化的迭代速度 不仅满足于用户的需求 还能够给用户创造需求 确实对今天的消费者来说 我们选车的时候更理性了 价格绝不是我们关注的唯一的标准 不是说你的车越便宜 我们就越想要去买它 而是像刚才几位所说的 给了我们更高的一些配置 更安全的感受 甚至是更豪华的体验 中国是一个2000万以上规模的汽车市场 所以汽车呢 在每一个层段都是一个大规模的这样一个市场规模 早期我们汽车关注的重点是经济型的领域 也就是说10万到15万的汽车 现在呢开始进入20万左右的市场 另外呢 从性价比最高的角度就是高端市场 高端车呢 它拟据的技术集成量是最高的 另外它的副价值也比较高 所以新能源汽车往高端化发展是一个方向 过去在传统燃油车时代 中国车企呢 有这个梦 但是没有实现的路径 到了新能源车时代呢 高端化市场更加的被自主品牌来主导 这个呢 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发展趋势 其实从历史上来看呢 汽车曾经是每一个家庭的奢侈品 从奢侈品可能变成了一个必需品 但今天呢 汽车在人们眼中的角色 好像都有一些微调 包括发布会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现在必须是更科技 更时尚 更简约 然后更有流量和互动 比如说朱总 大家在新车发布会上 也看到过您的妙趣恒生的一些介绍 但我注意到您每次着装还是很严谨的 人家现在都流行马斯克法 比如说休闲西装一套 里面一个圆领的T恤衫 这个好像是更容易跟年轻的消费者有互动 的确就是这个时代呢 就是创造流量密码有很多方式 就是短期能够创造一些密码固然很好 我们也在学习 我相信我们三位一定都在像 这些ICT企业 就是短期创造很高的流量密码 我们都在学习 我们确实要学会把精条 要传播成精条 我们现在可能有时候 不太会传播 这方面就是做得不好 损失了一点精条本身的光 所以这是我觉得要学习的 但是我还是坚定的认为 汽车这个产业还是在不断的为我们的用户 就是说提供这个先进的 可靠的安全的服务和产品 这是我们能够最终获得消费者的流量密码 汽车这个行业 还是要靠体系力和综合能力 来参与竞争 要保持一种长期主义 汽车行业就是上马拉松 我特别认同您说的汽车产业的发展 就像是一场马拉松 大家都要有实力 更要有耐力 但现在我们看到在新能源这个领域 有人已经抛弃了原有的配速 其实在燃油车时代 比如说四年五年 甚至更长的时间 推出一款新车 这是一个常态 但是今天在新能源领域 像我知道有一家车企 他们去年12月的时候 推出了两款新车 然后现在又有两款新车 正在申报当中 据说四月份可能又要上市了 站在我们外行人的角度会觉得 你们这么短的时间 真的就能出一款新车吗 我说一下吧 确实整个产品诞生的周期 越来越短 速度在加快 但是这应该是整个技术的进步 和管理的这种效能提升带来的 因此它不单纯是新能源车 传统车也在提速 但是我们在汽车企业里边 有个叫铁三角 就是说产品诞生过程当中 进度 质量和成本 它是互相制约的 速度每提升一些 可能质量的风险 就会增加很多 我举个例子吧 像体育比赛一样 世界纪录都会在被打破的 但是有一条 这个成绩不可能是原来的 成绩的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这肯定是不靠谱的 所以不管你跑得多快 这个汽车领域传统的铁三角 是一定要让它存在的 对 你不能只是为了速度 而牺牲了其他的几个核心的要素 所以如何能够在保证产品进度的同时 坚固或者是不放弃质量和这种追求 这是需要一个企业技术的能力 研发的能力 包括体系的能力这种支撑才行 就是这种卷出来的速度 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迭代的速度 它肯定是基于竞争来产生的 从就是汽车产业本身的规律来看的话 一款车就是迭代的速度实际上 是和它的每年的销量是相关的 比如说一款车 它一年就能销100万 所以它每年都可以迭代 它这个五年才销100万 它可能就是五年才能完全迭代 当前就是说这种迭代的速度加快了 还是属于就是激烈的竞争 每个企业都在快速的寻找 自己的品牌产品的定位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不断的推出产品 不断的淘汰产品 找到就是这个差异化的 为客户提供就是不同的价值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这个过程它是一个短期的行为 竞争到一定的时候 我认为它会回到一个新产品 投放的周期 一个良性的状态 但是无论就是说什么状态 我相信我们三个企业都会坚持的一点 就是以保证客户的 这个比如说品质 质量安全 这些产品的核心要素 为出发点 这是前提 如果说从理性的角度来看 有的时候卷这个速度 是不是也在卷我们各个车企之间的效率 卷我们的实力 卷我们的效率 包括我们的这个资金的就是支撑力 自身的几些能力 你强的时候实际上 你是可以参出这种卷的 而且你也能保证 你的产品的质量 开发的速度 我们更理性的看待 这个卷的速度的背后 是不是看到了技术迭代的速度 跟以往也不一样了 安总 是的 我举个例子 在传统汽车时代的一台动力总成的开发 作为吉利和沃沃这样的企业 我们联合开发的需要 3年半到5年时间 但它的应用周期可以达到15年甚至以上 我也相信 主总流程里面大概也差不多 是 但是在智能电动汽车时代的话 我们就还同样的以电驱系统为举例 电驱系统现在 整个吉利的开发时间 大概在13到15月开发出来 但它使用的周期呢 现在2到3年 那一个车型的这个更新换代 迭代来说的话 我就看分多种情况 一个你是全新的架构的变化 我认为现在时代需要5年到7年时间 那如果说设计到一个电驱系统的话 大概2到3年 那如果说你是到智能化方面 做仓和支架 不夸张的时候每天都在迭代 是 我们现在基本上每个月都有这个软件的OTA迭代 能给用户创造好的一种体验和需求 所以一切还是与这个用户和市场的竞争来取决于我们的更新换代 迭代的这个节奏 确实在这样的更新换代的节奏当中啊 现在觉得汽车特别轻巧 所谓轻巧呢 觉得它很像是我们日常使用的消费电子产品 因为你看从它的起名上 你能听到各种汽车叫Pro啊 叫Max啊 它的配置啊 它的生态啊 好像都和消费电子产品有那么一些神似的地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我们汽车真的正在向消费电子产品靠近吗 从消费品生产这个角度呢 我认为它有一定的一致性 比如说都需要大规模大批量的生产 但是呢汽车它的产业链更长 更复杂 所以呢它应该说从产业标准上 应该要求更高 这是一个 第二呢我觉得汽车它还是一个交通工具 安全是汽车的一个根本 我们要保持对生命的一种敬畏 刚才您提到的汽车周期的缩短 有的时候我们在研发过程当中 可能这个产品或者是这个技术研究出来了 但是它需要进行大量的测试和试验 那么现在之所以缩短是因为 我们用了大数据的模型 用了很多仿真的东西可以去模拟 但是绝对不能减少 那么因此呢我说从安全的角度 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 它完全不同于我们的其他的消费电子 还有一个点我认为也应该提 就是健康 因为汽车它是在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 然后汽车内饰又有很多的这种装饰材料 包括甲醛气味包括辐射 这些如何能够把它完全的消除 保证人的健康 我认为这个标准又是非常高的 所以既相同又完全不同 我认为不能这么去做趋同的这样一个判断 刚才说到消费品 比如说手机是可以死机的 作为软件定义汽车的汽车是不能死机的 汽车一死机 它就是面临这个车毁人亡的问题 巨大的事故隐患 当然这两者之间 现在就是消费电子和汽车 它又在融合 你比如说人 机 车 家 半 现在在融一体 当然还有可以更多的消费电子 电视机家家里的 就是这些众多的都可以物联网 就是一切都有可能 这种可能性伴随着智能化和新能源汽车的结合 其实越来越多的会出现在不同的汽车之上 我想问一问吴先生 那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发展来说 伴随着人工智能这么快速的发展 你预测一下 在未来的这一两年当中 我们会看到迭代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变化 曾经有一个设想 这个比方说我们吉利在杭州湾 有多少工程师在那边 像三万多 三万多工程师 你可以减到两千都可以 减到两千就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车型的开发 在我的车型的平台库当中 所有的动力系统我有模型的 有电机有电机的模型的 这种传动器有传动器模型的 电池有电池模型的 这个模型还带了它自身的性能和数据 那我们在这套开发软件和验证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是仿真的这样的验证 比方说动力性能 你把指标设定好了 经济性设计好了 在程序上走 看它能不能达到 如果在程序上走都达不到 那在实物当中一定会达不到 有的可能在仿真上行 到了实践上还会差点 那就是这两千人是在这特别有经验的人 在这把控一些硬点 把控一些关键的核心的东西 剩下的全由AI来干就可以 你只要管颜值就行 大家就跟搞对象一样的 一见面一看长得不好看 第二次不见面了 不见面了 所以说一天设计个车 也不是天方验谈 但是你后头的验证 该到实陆上的 实际道路上验证 到市场去跑可靠性 该跑还要跑 这个是必须的 但是AI可以帮你做了绝大部分的 普通工程师要做的事情 您说完这番话 很多汽车领域的工程师 正在叹气 曾经有一份美好的工作 摆在我面前 我没有珍惜 当然这是工程师的心声 但对于车企来说 我们也有自己的心声 就是如何在这样 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里 把握好我们的汽车的产品品质 跟迭代速度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取决多方面的 首先对一个企业来说 长期投入和积累的一些成果 这种积累的成果经验 是很重要的 第二个来说的话 保持一种长期主义 持续的投入 掌握核心技术 那第三个呢 就是应对于整个 刚才讲到大模型 大模型是一定对汽车 未来的产品技术的进步 研发以及用户的体验 起到很好的作用 但这需要一个过程 那围绕这些呢 就是作为我们车县 怎么加快 我们在技术迭代的能力上面 来应对市场 产业链上 包括供应链上 我们会做一些 什么相应的调整 来适应这样的变化 做很多仿真实验的同时 一定要做实车的这种实验 并且呢 标准了更苛刻 比如说我们那个EH7 碰撞实验 我们就做了600多项 然后真正的实车 整车的碰撞 就做了50多次 包括道路实验 我们道路实验 如果按照用户使用的工况 红比相当于400多万公里 包括新轮车电磁的安全 火烧 针刺实验 包括拖底和嘴炮 我们在实验过程中 还加了 类似于雷击和核辐射 整个对电磁安全项 标准就有200多下 只有这样的实车的 不断的去验证 才能保证 我们叫万无一失 测试的更全面 更全面 难度也更提高 所以只有通过这样 严苛的标准 才能进度 不断加快的情况下 我们保证质量 这个是让大家听了 放心的一系列的做法 朱总 你们的准备工作 着力点在哪里 我们把应对这种变化 叫做一数据 三数字 一数据就是 其实刚才吴总讲的 大数据库 构建 平台化 这个模通化 标准化 就是刚才说的一些 就是包括三电压 控制系统的那些 这个庞大一个数据库 这是我们做 所有工作的一个基础 三数字呢 就是这个数字开发 第二个是叫数字管理 第三个叫数字制造 这样的话就让我们能够快速地应对这种激烈的竞争 降低成本提升效率 聚制药喝摘药 对话由赤水河上游 贵州金沙高端酱酒 摘药酒 独家冠名播出 看得出来呢 各家车企都为产品的迭代和更新 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我们回到消费者这一端 对每个家庭来说 咱们买了这个车 怎么也得用一段时间 是吧 所以是不是真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快速迭代 一方面汽车它进入了一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这个呢 消费者需要适应这种变化 另外呢 消费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 就是说 从现在的趋势来看 这种换车的时间点在缩短 过去的一辆车十年换一次 现在呢 成熟的这个汽车国家呢 换车实际上是一个很常态的事情 像欧洲三年四年 它就可以去换一辆自己更加喜欢的新的车 这样呢 换车的周期 就有过去的十年为周期 变成三年或四年 这一点呢 我想对我们的这个汽车的消费文化 和消费习惯都会都会带来巨大的变革 这就意味着需求对新产品的期待和供给侧 厂家呢 推出新产品的节奏相对来讲是一致的 但是问题就是你让换车的消费者不要吃亏 确实啊 我们真的很想换车 很想买车 但是一到汽车的二手市场上打听一下说 哦 新能源汽车 我上个月买的那个 现在已经降了三分之一了 所以你就心里那个悔啊 说哎呀 我怎么就买早了呢 所以这个矛盾到底该怎么解决 新能源汽车的属性变了 当它具有消费属性的时候呢 大家就不亦再过多的追求它的保质 要追求你的使用价值 所以呢 使用价值会战胜它的保值的这种定位 另外呢 但是即使在保值的时候 让消费者不后悔的 就是让它放弃的产品 能够及时的变现 就是这样呢 让变现呢 能够来投入到 它新的购买价值的这个渠道当中 那照您这么说 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更科学 更合理的一个回收制度 或者是方案 从国外的这个做法来讲 就是要建立一个支持汽车产品 多次流通的这样一个机制 或者一个体系 这就是二手车市场 一方面呢 对车企来讲 就是要参与到 这个已旧换新的过程中来 整车厂能够去回收 它过去的已经销售的汽车 用新产品和过去购买的老客户去置换 然后政府呢 能够把政策支持的重点 放在能够回收推薪的 这些个车企身上 一方面呢 需要补足的 就是二手车的流通 车的这种驾驶评估 汽车的使用档案 就电子档案 也就是它全生命周期的汽车信息 都要比较准确 完整的记录下来 这样呢 这些个基础性的制度 一旦建立起来 我们的这种旧车的流通 就会加速 这样的一个完善的保障体系 让消费者不后悔 其实也是从另外一个新的角度 在推动着我们 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 不过呢 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到了今天 对于业内人士来说 肉眼可见着 就是竞争越来越激烈 王传福先生在不久之前的 汽车百人会的论坛上说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一个 惨烈的淘汰赛的一个阶段了 这说起来就是真的 大浪逃杀 好多汽车品牌可能都要消失了 我还查了一个资料 是朱总说的 说未来五年 来您原因重现一下 未来五年 新势力90%会关停并转 中国品牌90%会关停并转 这会不会有一点说的有点严重 我大概是两年前三年前说的 现在已经是超过一半多了 这个时间点 我觉得朱总的判断 我也是比较认同的 大概也就是三五年的时间 就会是一个分水岭吧 一些企业跟不上 它可能会推出或者转型 所以每一家企业都不敢懈怠 我们也电话采访了一些车企 我们说面向未来 想要活下去 甚至活得更好 你们正在哪些领域卷着 然后他们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在卷配置 卷续航 卷模式 卷技术 卷自研 卷服务 卷生态 卷智能化 卷出海 对于今天的长安来说 我们要面向未来 我们想要卷的重点 是在哪个方向上 所有就是这些卷的背后 其实我认为核心的是卷用户 真正的把用户当成我们的伙伴 从产品服务等等领域 去超价值的服务他们 然后为他们创造价值 对于很多新能源车的用户来说 里程焦虑 是我们最开始的一个焦虑 但是随着现在 电池续航里程不断的延展 甚至我们可能看到 1000公里的这个续航的电池 都出现了 似乎这个里程焦虑 已经不再困扰我们了 在这个领域 你们卷出的实力到底如何 我们车企来说 怎么根本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从三个方面 就是车端 装端 充电桩 电池端 三端实现800伏打通 实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快充的产品 同时又实现了掌握了快充电池的核心技术 又全面在用户生态方面的超充网络 自建 自营的投入 其实也是第一家新年汽车企业 做了三个800的 800伏的车 800伏的电池 和800伏的充电网络 一体规划布局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相信 这对这个续航的问题 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其实我认为 这个时代就是有一个东西是必卷 面对现在这一轮 就是汽车这个产业 新能源只是个序长 智能化汽车才是真正的未来 所以为此我认为会卷智能化 当然还有 我相信我们在座三位企业 都是一样有做 这个做世界一流品牌 这么样的雄心 一定会去吸卷全球 因为全球还有三分之二的市场 而且现在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的中国新能源 汽车企业不断的在全球市场上 占据了越来越大的一个领地 但实际上这个市场的竞争 也非常的激烈对吧 那我们靠什么样的一个底气和实力 去赢得这场卷 核心的我觉得还是要依靠 技术和科技进步 特别是我认为 要卷全球的时候 我认为一定要坚持 长期主义 本地主义和旅行社会责任 要为当地的社会和国家 创造价值 创造税收 创造就业 我相信这样才是一个 共赢的 是模式和状态 这场淘汰赛容不得我们有任何的懈怠 每一次的卷 可能都是赢的机会 每一次的卷 也可能是失败的导火索 所以想问一下 我们在哪方面开始了新的卷 然后用什么样的底气来赢得这场卷 我觉得这个 对于汽车企业来说 以上的这些点都应该是它的必备的技能之一 所以从我们的角度 我们认为是一个叫长同理论 就是说你一个企业 一旦你的哪一个点是特别的短板 也可能成为用户的痛点或者是槽点 所以只有整体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才能够真正的让你企业持续的经营下去 我想选一个关键词 当然这个观点不是我的观点 是苗伟部长曾经说的 就是智能网联程度怎么样 其实也决定了我们能不能赢得这场比赛 提到智能网联 以前消费者就会觉得 这个车里的屏幕够不够大 我看这个视频爽不爽 然后语音交互是不是通畅 今天当我们在谈汽车的智能化 尤其是当它成为我们决胜未来的 关键一局的时候 您觉得车企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实力 在这个领域里 在智能化当中最要卷的仍然还是安全 2023年公安部发布了一个我们道路交通事故的数量 175万次事故死亡人数50万 伤的人数6万 这个还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国际上统计的交通事故当中 90%不是车出了毛病了 是驾驶员的问题 在这个90%当中的 90%的是违章 如果用一个机器来开车 把这个数字交规输给它 它会很老实很规矩的不违章的去开车 但是现在这个智能网联汽车 自从汽车把大门打开 开始网联了 又会引来很多 我们传统汽车原来没有的一些安全问题 功能安全 预期功能安全 数据的安全 然后再隐私的安全 等等等等 所以我说我们到下半场 在智能技术当中 仍然卷安全 我说一个观点就是 从智能化的转型来看 我觉得更主要的就是 让用户随心所欲开车 开车的过程当中 能够安全 减少精力 消耗分散 同时更便捷 更舒适 这应该是智能化所需求的 过于勇于 或过于让用户不知所踪的这些智能化 增加用户负担的这种智能化 我倒觉得应该去除掉 减少 今天我们这场新闻发布会 可能要暂告一个段落了 但是至少我们在 他们一轮又一轮的发布当中 更增添了我们对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一份信心 其实在今天快速变化和迭代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赛道上 卷可能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种现状 但如何卷 怎么卷和卷些什么 是每一家企业可以各自做出选择的一个选项 我们期待着这些优秀的车企可以和用户同行 卷出更高的品质 更好的车型 也可以和伙伴同行 一起来卷出更高的效率 卷出更大的市场 我们期待着他们可以和全球同行 一起来卷出更美好更科技的未来 在通向新能源汽车的美好未来的这条赛道上 我们的中国车企专在全力以赴 让我们送上美酒为他们壮行 期待着你们取得更好的成绩 好吧 来一起加油 祝福未来 好 谢谢 来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